老年在外董,也有六港丁農会提供是農教育家卫 透过在地青龙观光農庭的合作 与到台湾各地头的大人儿 做回来到農产 了解如何装这个卡末度和万卡末度 按三地到产度一次都来体验到 希望让社会者人家在地的文化也吃了更安心 为了让小朋友更亲力了解農业 六港丁農会特别基盘是農教育课典 与到青猪来到卡末度高峰 清新体验在前的过程 中俄就接触自然 接触泥土 对啊,因为他们都在都市丛林 没有看到土 让小朋友体验统夫生活 让他知道番茄的种植过程 到农庄主人走一个公园里面 小孩临着公园的幽毛 了解冬季、冬队、适量、素材、水果 也知道农民健康很辛苦 番茄的医生要经过 育苗、咖棚、种植一直到采收 自己而且还可以采现煮番茄瓜汗 番茄棒棒糖 自己动手采自己动手煮的 就是特别美味 今天很高兴来来到这个农场里 这是有趣又好玩的一种 两天到了中午 浪费过的安排 请住这些控油米米的食物 平常显摩在地的食材素材 过得听到食物的营养地食 暑假延延夏日 可以透过这个食用教育的一个 实作体验 知道说原来我们吃的东西 不是只有菜市场看到 或者是说妈妈从市场买回来的 一个餐桌上的食物 让小朋友能了解说 食物怎么从摘植到采收 一直到餐桌上的一个过程 让小朋友能够更了解农夫的一个 薪质种植过程 能够珍惜食物 也知道食物要怎么吃 吃的健康 这也就是我们食农教育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我们想说透过食农教育 可以知道吃的安心 用的安心 吃的健康 从地到餐桌的一个过程 都是食农教育的一个精神 都是我们这次作业组的一个课程内容 当然我们作业组的课程内容 都很丰富 都有从早到晚 吃的玩的 甚至实作操作 知识都是无欲不缺的 六甘浪贵是浪贵有 让小孩按实质的浪经体验 跟饮食的过程当中 建立優先环境 跟正確的饮食概念 大昌华新闻 林冠英六甘蔡宏不得